连续参演的《狼殿下》 《逗罗大陆》之后 肖战也是选择了去参演话剧 提高自己的演技 就在近日 他的话剧作品《如梦之梦》 也是正式进行了演出 从现场的表现上来看 肖战的说话方式 真是完全变了一个腔调 普通话超级标准 声音很有词性 与之前的波音枪一样让我惊艳 感谢每一个奋战在抗议一线的英雄 是你们的坚持 让武汉的春天如约而至 谢谢你们 本来已经在高山顶峰 却依然能够一日清理的飞速成长 是什么水平 而从观众们的反应上来看 对于肖战的临场表现 都是非常满意的 特别是很多远道而来的粉丝 绝对是不虚此行了 当然观众的反应是一方面 劝内人怎么看 无疑也是非常重要的 文艺评论与策划人陈辉 在看完了表演之后 也是高度评价肖战 一个年轻的明星演员 愿意踏下心来感受人物角色 架出了三对圆满的大卷 这不应该是他的顶点 而是他的起点 这评价真的很高了 严慈恳切又寄予了厚望 彼此次的给人惊喜 他的努力值得每个人认可 因为话剧表演 是非常见演员演技功底的 一个演员演技好不好 一看便知 如果演员的演技不行 是绝对不可能去演话剧的 话剧表演的好话 也很好地体现了 一个人的表演功底 到底好不好 话剧很能磨练一个人的演技功底 和临场发挥能力 即使 《交战》真的是跟流量明星很不一样 思想的高度 内心的视野 现在的新生代明星 都是想赚很多钱 要红 要粉丝为他们疯狂 交战不一样 他真的只是想当好演员 要演技 不在乎水月巨花的东西 这样路会走得更远 更广